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競賽 然後 檢定證照 我覺得這是對 未來還蠻加分的 大家好 我是台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一年級的周書 那我高中是來自於高雄 高雄高工的電機科學生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想要挑戰的人的話 做過挑戰的人的話 可以來這邊 這邊你會遇到很多 比你還強很多的同學 那徵選的準備過程 準備方向可能就是 你要了解這所學校這門科技 想要的是什麼 要求的是什麼 重視的是什麼 那你就要往這方面的資料去做準備 英文能力肯定是最重要的 還有你的專業能力 還有你一些在校參加活動幹部 這些幹部經歷都有可能是學校看的重點 徵選第二階段會考實作 那實作 對高中來說肯定也是一個 應該說基礎的能力 我是陳玉書 那我現在就讀台科大英外系的大一 然後我是使用特殊選材的管道來進入的 我是從宜蘭高商英英科畢業 我從大概小學開始就認知到 我不是一個很平均的人 就我一定是有一兩科特別突出 那我覺得這跟一般的學校教育政策 其實有點背道而馳 但我覺得說就是這個特殊選材 剛好就跟我從小到大的特質 剛好有所吻合 所以這對我來講 應該是我覺得最好的管道 他在差不多一月多的時候就要準備了 你剛過完新年就要準備這個東西 並且你在二月多的時候 就會收到你入學通知書 過兩天以後你就馬上來入學 所以他的好處就是 大概大家才開學幾個禮拜 你就已經入學上大學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非常好的一點 你可以有很多的時間去想要學起你想要的東西啊 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台科大英外新年級的新生 我叫劉國強 我是畢業於桃園市的中立家商這樣子 然後也是應用英語科 在基歐真神這一塊 我相信學弟們一定都知道就是 這個是要比賽啊 需要很多其他額外的特殊表現之類的 才能進來的管道 比賽的名次其實不是基歐真神 他的最主要的東西 其他東西可以發揮的空間也非常大 像是例如你的證照或者是說你的課場表現 這些東西你把它記錄下來 把它的過程好好的去強調你在過程中做哪些努力 還有獲得哪些成長 都對你的分數有很大的幫助這樣子 大家好我叫做溫冠華 我是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目前是大一 高中畢業的學校是新北勢力瑞芳高工 那我當時是讀資訊科 那我當初進來的管道是繁星計畫 其實挑選繁星計畫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希望可以培養自己自律 然後自主的能力 繁星計畫它本身就是講究成績競賽那些全方位的部分 那我也希望能夠成為一個全方位的頂尖人才 不只是在技能或者是表達 甚至是說是商業相關領域的涉獵 明星數蹈 明星數目